不用擔心 沒事的 都不花的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KFC Gears Check 到這段時間我們會介紹一下 Goal Running有得賣的Biu 最近有留意Biu的話 運動手本的話 都會留意到我們有個牌子叫Koros 今天我們會介紹一下Koros Koros裏面不同的款式 和Koros和其他Biu有什麼不同的 交給你了 這個Biu的品牌 當初接觸它的時候 最大的吸引之處就是 它的Biu身很小 但是它的GPS電量很長 而且它的價位是非常平民化 可以是怎樣 例如這個 暫時是買得最多的APEX 46mm 現在市場上 是在做2880港元 但是它的電量 可以達到35小時 當初它介紹 就是開到最準的GPS 其實很有趣的 他們說35小時 很多時候都會被運動員有驚喜 意思是唱歌 對 他們多數都是 Claim35 但是實際上 真的超過35小時 他們是一個很Humble的發展商 當初我們去了解這隻Biu的時候 都一定會再過來 他們說 這麼便宜 35小時 那準不準的 或者它的GPX等等 我不可以 當然 我們全部的Task for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去到這個價位 市場的問題都比較大 再檢查它自己公司的資料 原來這間公司 他們當初是做汽車導航為先 你想想 如果你開車的汽車導航不準的話 很大件事 就是在這個這麼高科技 他們都處理得到 去到Biu都說 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比較簡單的事情 Biu這次加冥 加冥也是 他去外國租車的GPS 其實全部都加冥 是 很有趣的 那個老闆 他自己也是一個運動員 是一個攀石 都挺專業的 很年輕 還有很瘦 真的一個運動員的樣子 因為他自己的標準都高 所以他自己對自己的餐品 要求他 他自己真的親身 去跟很多運動員溝通 了解他們自己需要些什麼 跟著 去調節 而且反應都很快 都做了一點點研究 Colus有三個 配到不同跑手 或者是不同消費者的款式 我都試了兩天的這個標 JoJo給我試了兩天 就是這一隻 比較 Vertex 應該是最頂級的 自己試過的感覺 就會覺得 原來 都要做一點點研究 才會用這隻標 主要是頂的 或者按按鈕 都是轉中間這個按鈕 對 都 user friendly 而且是很實在的 這隻標 自己感覺同一隻家名的 Phoenix 現在出到第六代 差不多的 戴上去 很Solid 對 那裡面 其實那個就要請教你了 他就給其他標 可能會多一個功能 就是那個Pulse Oximeter 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 你現在戴著這隻標 Vertex 就是一個比較高規格的標 總電流 GPS 就是60個小時 現在你手上這隻 街價是4999元 就是Sephyr面 Pulse Oximeter 最主要是用來量度你的用量 因為它的設計是 給人們帶去上雪山 而它是去到 550度 那隻標 都還可以很準確地操作 大概是八成的電量 因為有很多的電量 浪費了冰天樹 上雪山其實很重要 你保持著自己的標 萬一真的不夠 或者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立刻做一個標 明白 另外一隻就是APEX 我想APEX 是配合到大部分 香港的中階 或者高階 跑售 對 它的功能 它的重量 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 它的GPS 它的省電度 和它的價錢 我想最多人買到是APEX 其實最多是APEX 46 426 就是剛才我展示出來的這隻 整個標 不算太大 可以有35個小時的GPS 如果你是跑100公里的話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移到整個 就不需要中間再差點 如果市場 要找一隻標 去到35個小時的GPS 的話 其他客人可能要去到4000多 我們真的有客人 故意 trade了自己買了的標 然後用來買這隻標 中間還沒有 有少少賺 但是它沒有 有隻新標 用得很久 也就是它的價位低 都很多人問 或者願意去嘗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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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好嗎 去到最便宜的那隻 PACE 這類型的標 都25小時 可以去到 這裏出的就是PACE 1 我們剛剛出了就是PACE 2 PACE 2和PACE 1 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的標身 其實一樣的尺寸 不過它的鏡頭是增加了 這麼小的標 我們可以用來三次用 可以落到50米深度 防水 然後有25小時的GPS 還有就是有夜光等等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這個是市場上最便宜 現在是最精準的三鐵標 現在街價就是1790 基本上都一出 當然它縮輸了很多 但是每次我們出的時候 其實都是搶得很厲害 OK 那這兩隻的分別就是 電量方面 最大的分別就是 這隻46mm的APA 就是35小時 GPS 這隻是25小時 還有這隻就是TRAIL RUNNING為主 這個我們不建議想浪費 最主要就是它的錶面 沒有Sephy面 即是說你敲 如果有Sephy就防撞 如果你沒有的話 撞到它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會花 對於是我們不建議 可能會上山 一上山的時候 就不小心跌倒 撞到一些石 那其實就不會太好 那這些我們自己可以 真的拍電話 拍這些 不用怕的 沒有東西的 都不花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 Sephy面的特別 都很感謝JoJo解釋了 Choros的標款和它的特色 去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謝謝JoJo 充心多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你今天 辛苦你了 記得留意我們下集的KFC Gears Checkup 拜拜 拜拜